我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一个我最近一直在用的一个小快捷键键盘 就是Loop Deck的CT 两个月的时间 我整个的体验 我的反馈 它的好和它的坏 今天我都分享给你们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外观和它的设计 然后一些功能 然后我们到电脑里面 我来示范一下一个我比较常用的一些功能和它的一个用处 整体感觉铝和塑料的一个结合 做存的一个现代Loop Deck 上面可以看到它有12个屏幕 还有6个旋钮 这里还有8个自定义的按钮 底下这里有一个旋轮 然后中间上面有一个LCD的屏幕 旁边咱们这边还有12个常规按键 所以加在一起 其实它的功能挺多的 包括这些旋钮 它是可以按下去的 基本上它所有的按钮 包括它旋轮上面的LCD屏幕 都是可以自定义设置的 而且它是针对不同软件 有不同的功能 现在我们就到电脑里面去看一下 我是怎么用它的 我的整个一个剪辑和调色 后期的一个流程 这样的话可能也方便你们看看 到底适不适合你 好吗 那我们打开电脑 Let's go OK电脑一打开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界面是我自己设置的 就是我最常用的一些软件 包括我最常用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Lyroom PS 那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官方的设置 打开以后可以看到 它这个界面其实跟我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这里可以做任何的设置和自定义 比如说我把Lyroom删掉 Photoshop删掉 AE删掉 我在这边 左边是它一些自带的预设 直接打开以后 直接搜Lyroom 这里直接拉过来就可以了 包括我自己还可以设置一些软件 比如说微信 我把它删掉 打开以后直接把微信拉过来 就有了 就这么简单 音乐是我的网易语 打开以后你可以命名它 你可以中文或者英文 然后右边你可以添加一个logo 如果你不添加logo 它就是一个文字显示 比如说我这里改成英文 Music 然后保存 然后这里就变成了英文 当然了除了这个界面以后 我旁边六个旋钮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打开以后 右边所有的旋钮 可以经过它们现有的预示 或者你自己设置一些预设 来去调整它 然后呢 底下这里八个按钮 也是可以设置的 它有不同的界面 可以看到 所以这里呢 你的控制范围其实很多 很广 包括底下现在这个波轮 这个波轮不只是一个中 它其实是触屏的 如果我们打开这里 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再加一个界面 这里呢 它可以分区 然后根据你不同点击的区域 来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设置 如果你什么都不要的话 现在就是一个中 右下角可以看到 现在是目前他们官方 所支持的一些最常用的软件 特别是Adobe 你可以看到After Effects Edition Rore这里也有Capture One 然后呢 达芬奇和Google呢 这是我从他们的官网上面下载下来的 然后直接导入进来 就可以直接用了 然后这里 OK 我们现在打开Lyroom 点击即可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几个软件 为最常用的一个流程 通过它 我会提高我整个的一个 后期的效率 好吗 进入Lyroom以后 假如说这里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照片 就是我已经导入进来了 然后我可以通过我的波轮快速浏览 如果觉得不够大 点击以后 我可以放大 然后快速浏览 当然了 我也可以通过左上角这个波轮 来去设置我的封面 好吗 那我们现在简单来去搜一些照片 比如说 我觉得这张还不错 我可以给它打两个星 我也可以点击下面这里 点击两个星 就可以了 很容易 点击完 过滤完我的所有的照片以后 点击过滤记 OK 所有二星以上的照片都在这里 那过滤完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修改照片 我们直接到第二个界面 点击以后 我们随便选一张照片 当然你也可以按键盘来去选照片 都是可以的 OK 比如说这张我觉得还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所有的调色的一些快捷 按钮都在这里 比如说我的色温 我的色调 下面呢 我们来开始调我的高光 阴影上去 然后黑色色的剪 降低 阴影上来 然后呢 我可以调第二个工具 这样的话 我一按 它所有的六边的这种快捷键 都变成了其他的设置 纹理 然后我的清晰度 稍微加高一点 鲜艳度 提高 饱和度 降低 我觉得挺好的 我挺满意的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直接按下去 它就还原 就这么简单 那这里呢 我还可以 镜头校正 点击一下 它就自动镜头校正了 如果我想裁切 点击 然后它就到我的裁切界面 我可以通过我的旋钮 来控制它的大小 或者点击上面 来控制它的方向 当然这里还有预设 2比3啊 5比7啊 这都是可以的 点击完以后 它就自动裁切了 当然我这里可以看到 还有我的预设 如果我不想自己去调色的话 我可以点击预设 然后这里呢 有12个 我最常用的预设 当然你还可以做更多 你可以翻页 一直翻 一直翻 翻到你想要的一个预设 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比如说我添加几个 我可能会用的 比如说这个我还挺满意的 我再看看别的 一般 一般 我觉得就这个吧 好吧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 然后再回来 回来以后 我可能稍微调一下它的高光啊 或者它的白色色键 对不对 然后再调一下它的 映影稍微亮一点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还有HSL 怎么去 我们到第三个页面 可以看到左右边 现在又变了 根据我的界面 我左边可以调 我的HSL的红色的 OK 橘黄色的话 我来看看 有没有想稍微调整 橘黄色可能太鲜硬了 我的色相稍微调整一下 稍微一点点 然后饱和度降低一点 OK 可是我想稍微调亮一点 这样就还不错 好 那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下走 比如说 我这里想添加一个按角 我这里也可以点击 然后呢 添加按角 都是可以的 添加一些锐化 半径 细节 都是可以的 降噪 我们可以添加一点 因为 好 基本上我就挺满意的 包括我们的相机校正 点击以后 我也可以通过 我的快捷键去调整它 都是什么 不喜欢 点击一下 还原就可以了 OK 完美 那这张照片就结束了 结束完以后 我可以复制 复制完以后 点击 然后跳到下一张照片 对吧 然后直接点粘贴 它就会把之前的预设 全部复制过来 同样 如果我需要快速调整的话 稍微裁切一下 可能它的大小 然后方向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点击 OK 再到下一个照片 同样 粘贴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快速的稍微调整一下 它的大小 OK 非常快 OK 我们现在打开PR 那PS和这个AE 我就不跟大家过了 因为软件实在是太多了 基本上就是一些 不同的快捷键和 一些工具的选项 包括工具的参数 都是可以调整的 随便给你们看一个PR文件 你可以通过我的这个波轮 来去浏览 你也可以播放 你也可以暂停 所以这些快捷键都在这里 包括所有的工具选项 都是在这边的 然后你也可以去选择你的 你要选的一些片头 都是OK的 那不同的界面 它有不同的这些设置 到调整界面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所有这些控制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选钮来去做 比如说我的色相 和色温都是可以的 白色黑色都是可以调整的 包括我的饱和度 对比度 这些都是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还有个色轮 然后我们可以调 其实就是分离色 咱们可以调它的亮度和暗度 包括你可以点击 然后可以滑动它 只要右手在鼠标 左手在我的这个loop deck上面 我可以设置所有的in和l 都是可以的 选择完以后 直接点place on top 或者是它就直接下去了 然后再往下看 in l 或者是直接insert 它就下去了 然后再继续往下看 OK insert 就可以了 同样我也可以一针一针的 更精准的去来选择我的出入点 如果我想稍微偏快点 播放 再快一点播放 再快一点播放 按一下停止 往回播放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停止 也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到下一个界面 有的朋友不喜欢用快捷界面 有个人只想用剪辑界面 我可以放大放小 放大放小 对不对 我也可以播放速度 加快 减慢 停下来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那么如果我不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我可以直接把它切一刀 就可以了 后面不想要 直接切掉 就可以了 你可以停下来 放大一点 然后再精准的来去过 比如说这里 前面我都不要删掉 然后后面我都不要删掉 然后这里我再看一下 前面这些我都不要删掉 这样的话就过得非常的快 那调色界面 由于达芬奇 有他自己的调色键盘 所以他的API 没有开放给第三方 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些功能 咱们还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我现在要添加一些 节点 或者是平行节点 或者是外向节点 对不对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前面的预设 我可以点击 然后复制到我这个 第二个视频里面来 对不对 或者是点击 然后还原 都是可以的 这里面还有一些快捷键 比如说我的 波形图啊 还有一点就是达芬奇 可以快速的浏览你的片子 比如说 咱们现在可以 调色和它的参数呢 咱们是不能用这个控制的 我刚才也说了 是为什么 OK 当然你这里可以设置一个 Mousepad 就是当鼠标来去使用 我可以点击这里 然后用它来去控制我的鼠标 这个你是可以的 那直播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会用它 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是在我的直播间 对不对 然后我的开始屏幕 点击以后 我就直接进入了我的开始屏幕 比如说我是暂停 我就到马上回来 如果我是结束了 我就 OK 它可以快速的帮我切换不同的场景 然后我现在要进入我的直播间了 我来跟大家说话的时候 我点击 它就自动进入到我的直播间 OK 这里可以看到我的B站 可以看到内容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聊天 如果我想播放一个视频的教程的话 我可以点击 它就跳到下一个界面 然后可以大家来去做一些教程 等等之类特别方便 这里面还有很多别的一些小功能 我这里就不跟大家过了 包括它的音料 它的控制台 然后还有一些快捷键 包括这里还会显示我的CPU和我的FPS 我的整个录播和我的音乐的一个快捷键的选项 所以都很好 当然用了这么长时间也有地方我觉得可以再进步的 比如说它的触屏 其实这个触屏的话 没有机械的那种滚轮更舒服更精准 毕竟它是靠感应 然后刷新率 然后连接到电脑才有一个反应的 所以中间还是有一点点迟钝的 而且手感肯定没有机械的好 说到机械 在它的屏幕的上方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LCD屏幕 然后我个人建议 如果这个屏幕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一块屏幕 那是不是更好 比如说咱们的曲线图可以展现在这个屏幕上面 然后只要通过我们的旋钮可以控制整个曲线图的一个大范围 或者变成一个小型的浏览器 比如说我们修图或者我们的视频 我们可以把整个视频放在这个LCD上面 然后通过我们的旋钮我们可以放大某个部位 我觉得作为一个屏幕其实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些选项和一些想象空间 更灵活 整体来说我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可是当然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个业务需求 如果你是小白 可能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你太高 你可能不会去购买 不过我这里推荐一个他们还有个更小的一个loop deck 叫live 其实非常方便 其实就是我刚才这个版本的一半的部分 就是上面LCD这个部分 你可以做一些快捷键的设置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底下的波轮其实我用的也不是那么多 而是上面的几个六个按钮 包括它中间的这个LCD我会用的偏多一点 所以这个价格可能更适合小白 所以最终适不适合你完全看于 你是不是想节约时间 时间对你的价值是多少 那时间对我来说可能更珍贵一点 包括我的商务拍摄 我的剪辑整个流程 它是讲究一个时间效率的 而你可能你是自己可以自己做up主 或者是刚刚才开始做视频 所以完全是根据个人的情况 那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你收看到最后 如果你觉得有用 搞完 把我点个赞三连 谢谢你 OK 那我是乔治 未来还会分享一些摄影和后期剪辑的一些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